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死神表示强烈拒绝 六次自杀 次次失败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欧维59岁 每天拂晓 他便出门巡逻着社区 检查街道卫生和各种规范后才去上班 他会对不和社区规范的邻居大吼大叫 会抱怨不和亲意的一切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维护社区秩序上 惊呼执拗 在工作上尽心尽职的人被辞退了 这只有着43年功龄的老鱿鱼 被吵得很平静 他什么也没要 什么也不争 什么也不说 已经无所谓了 他决定去死 不是因为失去工作 也不是因为没有朋友 是因为他的生活 已经失去了唯一的色彩 几月前 他的妻子去世了 吹着口哨回到家 他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服 喷上香水 整理好仪容仪表 将自己妻子的照片 面向窗外灿烂的阳光 轻轻抚摸了一下 他便踏上凳子 将自己套进绳结 他要去找妻子了 就在这时 一户新人架刚好搬来 小女孩好奇地 探向欧维家的玻璃 欧维赶紧收起了绳子 自己的油桶 也被不熟驾驶的新邻居撞坏 欧维骂骂咧咧地出去 无奈地帮了忙 关上门套上结 向去上见妻子的车票 却又被搬来的新邻居 那位名叫瓦娜的孕妇打断 原来为了感谢欧维帮忙倒车 邻居一家做了好吃的食物送给他 打发走邻居 欧维关上门 对妻子的照片 搂出抱歉的微笑 他清秀着 还有妻子气息的衣服 静静无言 他终于踢翻了凳子 走马灯一般 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母亲很早去世了 父亲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父子的交流 就围绕着家里那辆二手车 本以为是父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欧维却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意外 人生的阴影来得如此突然 同样突然的还有绳子 走马灯似的回忆就此断开 欧维去了妻子的墓碑前 躺着说自己迟到的事 并说了明天一定去看他 想着上吊一直失败 欧维决定用汽车自杀 他将排气管接入车内 封死车窗闭上了眼睛 走马灯也继续转了起来 青年的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内向的他把眼泪都流进了心里 父亲生前的领导来安慰 他却掏出了钱 说要还上父亲曾预知的薪水 晚上邻居的房子着火 围观的人中只有他冲进了火海 救出了两条人命 但转头自己的房子却失了火 当火灭了 他看着眼前的废墟 仿佛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流离失所的他躺进了火车里 在这最黑暗的一天 希望蜷缩进睡梦中躲避 第二天随着一声汽笛 他看见了生命中的第一缕色彩 一双红色的腹骨高跟鞋 他清醒了过来 火车不知何时启动了 身前这位有着一头棕色短发的女孩 尼亚好心帮他垫付了车费 吞吞吐吐的他还没来得及道谢 火车便已然远去 若有所失的欧伟 在同一个时间搭同一辆火车 搭了一个月 总算是又见到了尼亚 他想还车票钱 看他如此紧张 尼亚说 你请我吃饭不是更好吗 母胎单身的欧伟不善言辞 他说起父亲那辆二手车 女孩却听得很认真 尼亚问欧伟为什么不吃东西 欧伟坦言 他所有的积蓄 只够负担尼亚一人的晚餐 以为自己破坏了所有美好气氛的欧伟 起身就要离开 却得到了自己这一生第一个吻 尼亚给予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 爱与信任 两年后 欧伟考上了工程师 他小心地向尼亚求婚 在嘈杂的环境下 尼亚说他没听清楚 就在这甜蜜的回忆中 就要结束生命的欧伟又一次被惊醒 邻居疯狂地拍打着车库门 欧伟暴怒地打开门 原来 邻居瓦娜的丈夫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他想请欧伟送他们去医院 欧伟虽然骂骂咧咧 但还是将他们送到了医院 甚至帮忙照看两个小孩时 暴脾气的他为了哄孩子 粗着声音装熊讲着故事 在孩子的欢乐里 他好像体会到了一点快乐 临别前 孩子紧紧抱住了欧伟告别 他不敢感受这温暖 怕孩子们知道 欧伟选择了在外面自杀 他来到了铁轨处 可是被一个晕倒的人抢先一步 当他发现路人只顾拍照 没有一人救人时 他跳了下去 将人救起后 他站住了 无视路人的大喊呼唤 就当火车越来越近时 他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像童年的自己般迷茫地看过来 为了不给孩子留下阴影 欧伟又一次放弃了 回到社区 瓦那的孩子画了一张画 他总是把欧伟涂成彩色的 在孩子们看来 这个老人并不古怪 总是说自己讨厌猫的欧伟 看见流浪猫受伤后 还是收养了他 他又走到妻子的墓碑前 说要给猫找家人的事 并说处理完 自己就会赶紧来 就这样欧伟每天巡逻的时候 有了一个同伴 通过与邻居的日渐熟悉 欧伟在叫瓦那开车时 带瓦那去了妻子生前 最喜欢的蛋糕店 闻着熟悉的味道 瓦那也了解了欧伟很多事 这个倔强的老人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不让其他人发现自己的脆弱 夜晚 无法忍受对妻子思念的欧伟 决定开枪自杀 但又被社区里的人给打断了 暴怒的欧伟走了出来 打断他上路的 是一对离家出走 想来借宿的少年 想起妻子生前的乐于助人 欧伟答应了 自己巡逻社区的生活 也变成了三人一猫 在联合街坊邻居 阻止了社保管理机构 带走老邻居后 欧伟自己却倒在了 自己维护一生的社区中 因为被及时送医 欧伟的命又捡回来了 医生说欧伟心脏过大 没听懂的瓦娜 还以为是在说欧伟幸运 笑着笑着 瓦娜突然要临盆 那个欧伟初见 就一直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家伙 就要出来了 欧伟年轻时坐的婴儿床 也有了归宿 在抱着这个新生命时 欧伟对生命有了敬畏 真正地放弃了自杀 让她做下决定的 还有瓦娜当时没听懂的话 她时日无多了 在如往常一样 平凡的一天里 欧伟静静地在被窝里 永远地沉睡了过去 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以祥和安宁的方式 她留下遗嘱 唠叨着社区规范的同时 嘱咐丧事从简 只请了几个亲近的 和认同她所作为的人 然而邻居街坊全都来了 为这个古怪执拗的老头 为这个社区里 一直默默奉献的老人 为这个值得尊敬的人 这是她去世后的第一天 她在火车上请来 入眼是一双红色的复古高跟鞋 那是她朝思暮想的妻子 你可能正在痛苦中难以自拔 你可能正在怀念里痛哭流涕 这些在现在看来 走不出去的阴霾 当你坚强地度过它 回首放大到人生的轨迹看 也许只是一些以后你能或平淡或感慨 说出来的过往小事罢了 坚强的生活 这是对生命的基本敬畏 好 我们下期再见